吉威尼 吉威尼是一座小村庄 位於巴黎西面約70公里處 在這裡有一個美麗的庭園 一年四季百花齊放 每年大約有47萬人來訪 這裡是法國隱秘的名勝之一 其實這個庭園 是某個畫家為了畫畫而打造的 他就是克勞德莫奈 印象派的奠基者 莫奈的畫常常以變幻的光線 與色彩為主題 為了捕捉到他們的變化 莫奈就將畫布擺在室外 埋首創作 憑著這股熱情 他甚至把他死去的妻子 逐漸蒼白的臉都畫出來了 光線與色彩會隨著季節與時間而變化 為了捕捉到這種差異 他還創造出了連坐這種手法 最後他終於創作出了全長將近90米的睡簾 大型壁畫 莫奈的一生可以說是一場 追逐光線與色彩變化的冒險 1874年 巴黎舉辦了一次展覽會 大大改變了西方繪畫史潮流 那就是第一屆印象派畫展 參加這屆畫展的 有希斯萊 德加 塞尚 雷諾阿等 印象派早期成員 其中有件作品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它就是《日出 印象》 一直以來 繪畫都是非常細緻的 連細節都會描繪出來 正因為如此 在當時眾人的眼裡 這幅畫看起來 就像是隨便畫下的草圖 再加上它的標題 也令人感到驚訝 迄今為止 從來都沒有描繪風景印象 這種想法 這可以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評論家們嘲笑這件作品 說它比畫到一半的底稿都不如 他們語帶嘲諷 把這些參加展覽會的畫家 成為印象派 可是那些畫家們 為了確立自己的創新 自稱為印象派 這幅畫的作者就是 克勞德·莫奈 他就像印象派的領導人一樣 在畫壇開創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這是諾曼底地區的港口城市 勒阿福爾 這裡現在也是歐洲 數一數二的貿易港 莫奈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 他的父親是個商人 他就是在這裡度過了少年時代 這個地方擁有獨特的柔和光線 這使莫奈形成了對光線與色彩 非常敏感 犀利的眼光 在他十六歲的時候 如命中駐頂般遇見了一個人 他認識了畫家布丹 布丹非常善於描繪天空 這是布丹的代表作 他把畫布放在海灘上 繪製了這幅畫作 在《大自然》中畫出來的作品 非常具有力量 非常鮮明 這是工作室裡無法重現的 布丹的這個信念 就是印象派所提倡的觀念的前身 可是布丹沒有辦法 將他自己發現的明亮 完整地重現在畫布上 如果布丹當時創造出這個方法 或許以印象派創始人名流青史的 就是他了 布丹一眼就看出了莫奈的才華 開始帶他到戶外創作 他在戶外教導莫奈如何觀察大自然 又如何將其呈現在畫布上 在布丹的引導下 莫奈打開了視野 這件作品是莫奈在那個時候畫的 畫中的景象令人很難相信 這個男孩學油畫還不到兩年 就畫下了這樣的作品 一望無際的天空 手法承襲了師父布丹 平滑四鏡的河面 在莫奈的作品裡 反覆出現的主題 水 早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莫奈遵循布丹的教導 後來莫奈一輩子都堅持 在室外進行創作 莫奈決定成為一名畫家 為了正式地學習作畫 他來到了巴黎 他在那裡遇到了一些夥伴們 他們不滿足於以往的那些畫作 就這樣 他開始和他們一起聊繪畫 並且共同使用工作室 這件印象派成員的作品 就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正在對話進行解說的高大男子 是巴奇耶 在畫面最左端 我們可以看到雷諾阿正坐在椅子上 還有兩個人看著畫布 左邊這位是莫奈 右邊這位是馬奈 他被稱為印象派之父 他的畫作還曾在當時的畫壇 引發過一場風波 這就是那幅畫作 他繪製了穿著衣服的男性 以及全裸的女性 畫裸體的時候要畫成神話故事 他打破了當時這種不成文的規定 畫了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類裸體 這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人們紛紛指責他 可是馬奈敢於挑戰既定規則的態度 卻得到了一些年輕畫家的認同與尊敬 馬奈的題材是全新的 可是他的技巧還是承襲了以往的繪畫 樹梢上沒有描繪出穿透的陽光 黑壓壓的一片顯得不自然 他是在工作室裏創作這幅畫的 而不是在室外 相比較而言 莫奈則堅持要在室外進行創作 他用改變顏色的手法 巧妙地描繪出每片葉子 因承受的陽光有所不同 而呈現出不同的模樣 此外 他也將白色的顏料混進所有的顏色裡 成功地令畫面顯得更加明亮 他用帶點藍色的灰色 描繪出樹蔭下的女子的禮服 這名坐著的女子 臉看起來有點藍 這是因為禮服的反射 畫中的三名女子 都是以她的情人卡米爾為模特的 然而當時的美術界 並不認可莫奈的這幅畫 因為她並非是在工作室裏創作的 實在太新穎了 可是莫奈還是像以前一樣 堅持在室外追逐光線 這幅畫令人感受到冰冷的空氣 在這之前 雪景總是被畫成一片潔白 可是莫奈可以看出雪地中微妙的色調 雪地上的影子 是用掺杂了藍色的色調畫出來的 此外 陽光照射到的部分 則散落了一點粉紅色 使積雪看上去具有一種立體感 它把淺褐色當作底色 在上面畫下雪景 這更襯托出了雪的光芒 莫奈將反射的光線留在了畫布上 一隻雀鳥停在木頭上 加上了生命的氣息之後 莫奈將這一片無盡的雪景 提升至詩一般的境界 莫奈也描繪了位於巴黎郊外 塞納河沿岸的一個旅遊景點 莫奈 莫奈在這個地方追求水面的反射 莫奈在這幅畫中使用了一種叫做色彩分割的方法 也就是不將顏料混合令色彩共存 採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水面便產生了閃爍的效果 水面的反射就像照片一樣寫實 可是仔細一看 每一個波浪的起伏都是用粗線條畫出來的 運用了黑色 白色 藍色 黃綠色這四種顏色 在領悟了雪的光澤之後 莫奈又在這幅畫中 鑽研出了表現水面閃爍的方法 然而莫奈的作品並不受青睞 她依舊過著貧窮的生活 就在這個時候 她的情人卡米爾懷孕了 莫奈把即將臨盆的卡米爾留在巴黎 為了籌錢 她去找住在故鄉的伯母幫忙 可是因為身份的差異 她不允許他們結婚 也斷絕了金錢上的援助 雖然身陷困境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莫奈繼續追逐每一刻的空氣 以及紛亂的光線 有一幅描繪故鄉的畫 就是在這種苦日子裡創作的 她運用了點描的方式 描繪出在日光照耀下發出光澤的花叢 通過使用色彩分割這一方法 令畫面顯得異常的明亮 在這幅畫中 莫奈下了更大的功夫 她同時運用了紅色與綠色 這兩種對比色 為畫面增添了明亮度與鮮艷度 這種方法是莫奈從她尊敬的畫家 德拉克羅瓦的日記裡學來的 從往來與海上的船隻的蒸汽 以及飄動的旗幟 我們可以感受到海邊吹來的風 通過捕捉光線與色彩的變化 莫奈把眼睛看不到的東西也描繪出來了 1870年 法國與鄰國、普魯士之間的戰爭打響了 這場戰爭也改變了莫奈的生活 莫奈擔心受到戰火波及 便逃到了英國 在英國這裡 莫奈見到了風景畫大師 透娜的作品 在這幅畫中 透娜描繪了在雨中及時的蒸汽火車 避隨著斜落下的暴雨 在因蒸汽而變得模糊的空間中 蒸汽火車強有力地前進著 在它周圍擴散的光線與顏色 營造出一個奇幻的空間 透娜巧妙地利用光線 以幻想的手法表現出雨和蒸汽 這兩種難以掌握的物體 莫奈被這種方法所深深吸引 後來莫奈又造訪了倫敦好幾次 莫奈第一次為風景被農物擋住而感到焦慮 因為她根本就看不清楚 但她很快就感覺到 農物是很有魅力的 因為它可以令堅固的建築物的輪廓 都變得朦朧 隨後莫奈就開始不斷挑戰 用光線與色彩來表現難以捉摸的濃物 在倫敦她不只是得到了新的題材 也遇見了新的朋友 那是一位畫商 後來她一生都全力支持莫奈 在她的援助之下 莫奈回到了法國 並且創作出了大量的名畫 這是巴黎最早的車站 聖拉扎爾車站 它在莫奈出生三年前就落成了 往來於莫奈的故鄉諾曼底地區 與巴黎的蒸汽火車 就是從這個車站出發的 這幅畫描繪了蒸汽火車 停靠在聖拉扎爾車站 其實相比蒸汽火車而言 莫奈更關心的是她所排出的蒸汽 莫奈的眼睛甚至可以捕捉到色彩微妙的差異 蒸汽火車在車站內吐出的蒸汽 帶著一點藍色 可是在車站外的蒸汽 因為陽光的緣故而顯得更明亮 建築物則因蒸汽而變得模糊 這幅畫以火車與車站為主題 這在當時是很新穎的 莫奈這幅畫真正的主角是蒸汽 從巴黎坐火車不到三十分鐘 就能到達阿讓特伊 它位於塞納河沿岸 莫奈從倫敦回國之後 開始在這裡生活 莫奈當時住的房子 現在依舊保留著 在畫商的援助之下 莫奈的經濟狀況變得穩定 因此身為一名畫家和一名有家事的人 他在此處度過了幸福的時光 這是莫奈住在阿讓特伊時的代表作 一位男孩與他的母親 在除英宿園裡快樂地走著 他們是莫奈不顧家人反對 取進門的卡米爾和他的兒子 在後面見到的一對母子 也是卡米爾與他的兒子 據說這幅畫也表現出了時間的流逝 柔和的光線以及母子之間的互動 這幅畫可謂是將幸福畫了下來 莫奈用簡單的筆觸表現出除英素的紅花 他讓這些花時而聚集 時而分散 藉此營造出一種獨特的節奏感 這種節奏感使這幅畫變得詩情畫意 莫奈那些印象派的夥伴 偶爾也會來拜訪他 和他一起開心地在室外進行創作 馬奈畫過一幅畫 描繪了莫奈在這個時期進行創作的場景 馬奈畫的是莫奈與他的妻子卡米爾 他們倆待的地方是水上畫室 這是莫奈用小船改建而成的 莫奈為了追尋從岸邊看不到的視角 才揮在船上加了特別定制的畫室 這是從水上畫室誕生的作品之一 藍天 襯托著淺黃色的船帆 藉由對比色的搭配 可以使色彩顯得更加鮮明 就連水面上也清楚地反射出明亮的倒影 莫奈用各式各樣的顏色以及大膽的筆觸 畫出了水面上的倒影 為了表現出玩翻船的快樂假期是多麼的熱鬧 他選擇了明亮的顏色 如果靠近一點 仔細瞧瞧某個部分 看起來就像是幾根毫無修飾的線條 排列在一起 可是站遠一看 就可以看出那些線條是按上房屋的倒影 幸福的日子很快就結束了 當時經濟不景氣 莫奈的話賣不出去 為了節省房租 他只好搬到鄉下 可是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一直持續著 卡米爾跟著病倒了 年僅32歲就去世了 那天晚上 莫奈在床榻邊守護著妻子 直到她進入永恆的睡眠 等她回過神來 才發現自己剛才沉迷於某種微妙的變化 即人死後肌膚的顏色會逐漸變化 她想把這些顏色畫下來 畫家的本能是莫奈拿起畫筆 畫下了這幅畫 等到畫作完成後 回過神來的莫奈為自己的深重罪孽 也懊惱不已 從莫奈這年冬天繪製的畫作中 我們可以看出她之前的幸福感都消失了 美麗的夕陽在沒有雲彩的地平線上 緩緩西沉堪稱完美 可是在這片美景面前 只有遼闊的寂寞空間 沒有半個人隱 這是塞納河上的伏冰 據記載 那年的冬天非常寒冷 氣溫甚至達到零下二十五度 但是莫奈繼續在寒冷的室外 繪之畫作 莫奈的光線與色彩變得冰冷 逐漸凍結 克勞德·莫奈三十九歲 他關於光線與色彩的冒險之旅 是不是即將終結 在距離莫奈的故鄉勒阿福爾三十公里外 有一個叫做埃特爾塔的小漁村 此處因斷崖和奇特岩石交織出的壯闊景色而聞名 失去妻子後 莫奈感到很失意 而帶給他活力的就是故鄉的這片大海 埃特爾塔波濤洶湧的大海 這幅畫描繪了不斷拍打在埃特爾塔海岸上的大浪 莫奈用細小的橫線來描繪斷崖的岩石 他用各種顏色的線條來表現出刻在岩石上的地層 用了這種手法後令人有種錯覺 岩石的紋路像是被切割出來的 大浪拍打在斷崖上 形成了白色的浪花 莫奈塗上厚厚的未經混合的壹層顏料 來表現出海浪在那一瞬間的閃爍光芒 儘管這裡的大自然並沒有鮮艷的色彩 但莫奈還是生動地畫出了她強大的生命力 莫奈重新振作起來 開始迎接新的挑戰 莫奈東山再起的作品受到了讚賞 她的經濟狀況也得到了改善 莫奈在43歲的時候搬到了吉維尼 她開始將熱情投在她的園藝愛好上 美術家克勒爾喬伊斯是莫奈的遠親 她寫了一本關於莫奈與吉維尼的書籍 莫奈非常用心地選擇花卉的種類 令庭園一整年都能見到花開 她非常的熱愛大自然 並不喜歡人工修整過的庭園 這使她的庭園看起來像是隨意生長的樹林 但是那其實是經過計算的 這是驕傲綻放的鸢尾花 莫奈用點描的方式 描繪出色彩隨著光線的強弱而改變的模樣 中間照得到陽光的地方散落著白色與黃色 而陰影部分則是慢慢變深的紫色和綠色 莫奈留下了許多有關花朵的作品 她也被稱為花枝畫家 可是與其說她喜歡描繪花朵 不如說她著眼於光線所引起的花朵顏色的變化 對於莫奈來說 花朵也是為了表現出光之細細的材料之一 莫奈在吉威尼開始進行一個長期的課題 即把人物當成風景的一部分來繪製 女子站在夏天的晴空之下 從她飄起的裙子以及飛揚的頭巾 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刮起了風 除了輪廓以外 我們幾乎看不清這名包著頭巾的女子的容貌 就連這名幾乎佔據了整個畫面的女子 也只是被當成了材料 用來描繪有涼風吹過的某個夏日 有幅畫和這幅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通過照在白色禮服上的不同的光線強度 區分出畫作中季節的差異 用不同的陰影的顏色 來表現出日照的強弱 莫奈的這兩件作品 畫出了不斷變化的光線 所帶來的色彩的變化 莫奈在這所房子裡度過了後半生 她保留了當時的模樣 對公眾開放 這是莫奈的工作室 為了架設大型的畫布 地板挖得低了一點 天花板則升高了一點 一般的畫室為了保持光線角度的一致 都是採取坐南朝北的坐像 而莫奈的工作室則恰好相反 她採取了坐北朝南的坐像 這種標心立意的做法 應該是為了獲得明亮的光線 這是寬敞的廚房 事實上莫奈從來沒有親自下過廚 可是身為美食家的她 會自己想出食譜 請廚師按照食譜做菜 這裡就是餐廳 整面牆上都掛滿了裝飾畫 這是服飾會 十九世紀後半期 歐洲出現了一股追求日本文化的熱潮 莫奈也被日本美術所吸引 成為了服飾會的收藏家 日本女人 莫奈的這件作品 傳達出了當時對日本文化的狂熱 一名法國女子穿著日本和服 她正回過頭來 佔姿非常艷麗 和服上用了大量由金色絲線製成的刺繡 莫奈在這幅畫裡想要表現出光澤的趣味 莫奈從服飾會裡 學到了一種描繪不斷變化的光線的新手法 那就是連作 這是她最早的大型連作 甘草堆 她畫了好幾幅 隨著季節與時間而改變的甘草堆 這幅畫描繪了夏天正午的甘草堆 她用清晰而又鮮明的色調 畫出了擺放著甘草堆的麥田 表現出強烈的日照 甘草堆的陰影部分有著各種各樣的顏色 在下方還可以看到綠色 彷彿是麥田反射造成的 這整幅畫都表現出了夏日非常強烈的日照 相比較而言 這幅畫描繪了夏末早晨的甘草堆 她運用了昏暗的寫實色調 陰影也比較暗沉 令人仿佛感受到了夏末早晨的涼爽空氣 莫奈很成功地運用相同的主題 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氛圍 《魯昂大教堂》 這是在連作題材中最令莫奈吃盡苦頭的作品 和水面之類的大自然相比 屬於人造建築的大教堂 光線的反射更複雜 要把它描繪出來就更難了 在早晨潔淨的空氣裡 大教堂的細節非常的清晰 莫奈很有耐心地重複圖上顏料 完成了這幅畫 為了描繪出光線複雜的反射 它特意沒有混合顏料 另外 左邊的這幅畫 描繪了傍晚時的大教堂 逐漸西沉的西洋 只把教堂的上半部分染紅了 教堂的下半部分開始融入西洋的陰影 細節變得模糊起來 莫奈總共留下了三十多件 以魯昂大教堂為主題的作品 每件作品的氛圍都各不相同 在繪製了這些作品之後 莫奈創作出了《空前絕後》的大作 莫奈搬到吉威尼十年後 買下了香林的濕地 打造了一個水井庭園 這個庭園巧妙地融入了日本文化 這幅畫描繪了這個庭園的一大象徵 太古橋 莫奈非常耐心地畫出了池塘周圍的花草樹木 我們可以看到飄浮著睡蓮的水面 也有著各種不同的顏色 莫奈一開始只是純粹出於興趣 打造了這個有睡蓮的池塘 她沒有想到把它當作繪畫的題材 可是睡蓮的美深深地吸引了莫奈 她為睡蓮而著迷 在畫了好幾件描繪睡蓮池的作品之後 莫奈甚至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水中的世界 這幅畫的名字叫做粉紅色小船 可是莫奈在這幅畫中想要畫的 是漂浮在水中的水草 乍看之下這種嘗試根本不可能 而她用生動的黑色與綠色線條 畫出了在搖曳的水波下飄動的水草 莫奈的注意力開始從整個庭園 縮小到睡蓮與池塘的水面 從這幅畫開始 太古橋和岸邊的植物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畫面中只有睡蓮的花朵 另外還有水面上樹木的倒影 莫奈將水面畫得像鏡子一樣平滑 創造出了一種神秘的空間 莫奈花了長達三十年的時間 不斷地描繪睡蓮 畫作數量也攀升到兩百多幅 雖然有人希望她畫一些新的題材 可莫奈還是不為所動 她一直堅持追求水與花 這一理想的主題 反射出光線與色彩的水面 將它們都排在一起對照之後 可以發現莫奈為了表現出不同的光線 嘗試從各個角度作畫 莫奈毫不厭煩地一直畫著睡蓮 直到1926年 她在吉威尼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享年86歲 這是巴黎的菊原美術館 這是巴黎的菊原美術館 這裡有莫奈直到去世前都在創作的作品 那可以說是她的極大成之作 這是她連續花了十一年創作的八幅睡蓮大型壁畫 它們合起來長達九十米 真可謂是巨作 莫奈一生都堅持在大自然中 將她眼前所看到的畫下來 在一天當中 光線與色彩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變化 莫奈的雙眼比任何人都要犀利 就算在同樣的主題裡 她也可以發現無窮的變化 莫奈想要讓任何人都能在三百六十度的睡蓮大型壁畫的包圍下 得到一種安詳與舒適的感覺 就好像回到了母體內一樣 她用帶有光澤的色調畫出了漂浮在昏暗水面上的睡蓮 描繪了一個既寂靜又流動的空間 仿佛能感受到細微的水流 莫奈徹底地凝望著大自然 尊靜又流動的空間 莫奈徹底地凝望著大自然 她對光線於自然的密切 与色彩的坚持 使能够反射周围景象的水面 似乎变成了 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莫奈甚至成功地 将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 全都凝固在了画布上 她连看不到的东西 都能画出来 莫奈通过光线与色彩的冒险 爬升到了某个高度 到达了她的理想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